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牵涉到最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前面讲 从静心到知性到知天 然后反过来又从存心到养性到视天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两个相互交叉 或者说方向不一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所谓本体和功夫 然后先是到以修身来立命 我想这是孟子非常重要的思想 也由此提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事情 那么我想有了静心知性 特别是静心开始 存心开始 那么的万物就能够贯通 我对万物都能贯通 就是无知体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我后面也提到了反生而成 抢树而行 那么这也都是牵涉到我如何去修身 如何去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小段落呢 它是涉及到尊得乐意 我想这也是由修身引起的 你如果真正的修身能够尊得乐意的话 我想你即使是独处 所谓也能够独善其身 那么如果能够有官位 为老百姓服务 那我也能够打者奸善天下 我想这也是从修身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后面当然我们也提到了 亲情人也 敬掌 意也 那么用亲情和敬掌也能够达至于天下 那么这也是我们所提到的 其实也是这个由不忍人之心开始推出来的 那么通过这种修身的方式 也能够达至于天下 后面当然我还提到了正极 才能证悟 那么所谓君子三乐 才有望天下 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小内容呢 就会涉及所谓君子所信 就是君子的信到底是什么 前面我们提到了尽心之信 那么并没有完全去讲 但是孟子特意就讲到了心和性 所信 他的所信实际上是指 所谓本然之善性 那么他的心 所谓就是仁义与之 根于心的心 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所反复提到的 这个本性本心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后面我们也提到了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列了 关于职中无权 由职一 也提到了君人有义 那么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想这也是由仁义理智根于心 我们来如何去做 如何去对待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有些章呢 我们没有气假 包括后面 圣人 为圣人 然后可以见行 行本来是指行体 就是只有圣人 才能够把自己本身 跟天道完全的合一 那么别人呢 不完全能达到 都要通过修身 都要通过长期长远的一个过程 才能达到 我们特别也强调 亲亲和人民 人名而爱物 这三个东西是一贯一体的 是连续不断的 如果你能够亲亲 亲亲大楼极致 一定能人名 我们今天讲孝亲 有人说有人孝顺 但是呢 对别的人不够好 其实这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亲亲 亲亲必然会人名 人名必然会爱物 那么亲亲会长出人名 人名会长出爱物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 扩充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你的人意理智之心 能够真正的推出去的一个关键 这样的话 随着人意理智之心的推出去 轻轻的推出去 才会有望天下 才能得天下 这是孟子一整套的理论 那么最后一个小部分里面呢 我们也谈到了 关于人人无敌于天下 那么特别提到 人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那么我想这也是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亲亲 本来你是对父母兄弟 所谓人者以其所爱 及其所不爱 就是一些别的人 你不认识的人 你也能够及 甚至一些讨厌的事情 讨厌的万物 你都能够及 这才是真正的人者 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 那么也提到 我们没有讲的地方 人皆有所不仁 这叫做人 那么人呢 皆有所不为 如果能够达之其所为 有所不为达之其所为 那么这叫义 那么孟子啊 从各个方向来定义 来说明他的人和义 既有本体层面的 把人当作不仁人之心本身 那么也有次一等层面的 是由不仁人之心 把他推而广直 变出仁义理智之德 那么也有更进一步的 一些行为上的人 各种层次 统位之人 所以我们读孟子 一定要学会分书 要知道各种层次 我们后面也提到了 关于这个君子返金 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职权呢 还得返金 就是所谓的金就是肠 肠道 有了肠道 把肠道立起来了 那么庶民才会兴 老百姓才会真正的 随着你的肠道 而做事情 这样的话天下呢 才没有邪恶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我们来对本篇 这两篇呢 静心呢 来总结 那么他的思想结构 到底是什么 其实静心里面呢 长很多 同时设计问题也很复杂 我是把它归纳为两方面 就是静心之性 这里面谈到既有心又有性 还有命 所以我归结为是心性与性命 心性与性命呢 你可以把它作为本体来说 心为本体 性为本体 那么也可以按照静心之性 所谓存心养性的方式 作为功夫来讲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由本体制功夫 那么孟子在这地方呢 讲的相对比较完整 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何为心 其实心就是那个不忍 不忍之心 是根源于你自己的 就好像一棵树一样 这是你的根 然后你长出来的枝干 那就是仁义理智之德 你如果能够尽心 穷尽 扩充你的心 然后你就能够达到你的本性 善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说这个是好的 那是不好的 何谓好 何谓不好 其实孟子也讲得很清楚 你通过尽心才能够执行 才能够达到这个善 善其实表现在就是你的人心 仁德能够能够托尔广子 那么或者说我们说你的五行 你的仁义理智圣 那么都能够往前开展 那么这样才能达到这个信善 那么知信则知天 我们讲了 这个如果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本然之性 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天给予你的那些重要的东西 你不会被蒙蔽 你不会说什么是天给我的东西 就是我天天吃喝 因为我的眼睛就是要看 我就是要听音乐 我就是要这个五颜六色 这不是孟子所讲的天 天给予你的东西恰好是人最根本的心 别的东西动物都有 但是心能够通之于五官 通之于你一切的东西的 这个是没有的 是天呢 则需要存心养心 反过来你如果说是天 侍奉天的话 你就需要不停的存心 使自己的心 存自己的心 超存心 养护你自己的心 反过头来才能够达到 是天 前面是说知天 是达到天 这里又反过来说是是天 那么应该说是本体和功夫结合在一起 后面我们也讲到了 安身立命 也是需要修身使命的 我想我们今天经常讲安身立命 以为安就是有一个好房子住 是吧 立命 也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养生 能够吃保健品 这叫安身立命 这是不对的 孟子讲得很清楚 是需要修身使命的 命有你不可抗拒的地方 但是生修身完全在即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有性之命 所谓有性之命呢 应该是五常心性之命 也就是说里面的五行啊 所涉及到的仁义理之圣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有性之命 它是天给予你的一些东西 但是它不是外在的 它是本人之性所具备的 一般人看不到的 一般人只看到现象 看不到本质 或者说一般人只是看到了这个过程 看到了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 并看不到你那个本体之所在 有讲到了有命之性是为自然生理之性 这是很重要的区分 那么有些的性 你所认为的这个人的功能 那么所谓这个很多的这个 你的器官的功能 你的生理的这些功能 这些东西也叫做性 但是呢它是有命之性 所以君子呢不把它称之为性 那么这个是自然生理之性 那么这个会牵涉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道家他们对心性的认识 实际上他们对心性认识呢 更多的是偏重在自然生理之性 儒家的认识呢是很不一样的 它是偏重在一个本然之性 记住之上 那么我想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就 亲亲人命爱物 我刚刚已经讲了 因为万物皆备于我 我不是生理的我 实际上是生理的我和本然之我 结合起来 那么而且是以本然之我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我前面讲了 有不忍人之心才能往外推 光有眼睛耳朵是不能往外推的 那么所以万物皆备于我 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同时反过来你可以推至于万物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反身还有塑形 就是能够攻行 能够宽恕别人 那么这才能够 不光是一般的宽恕别人 所有的名所有的物 都是你宽恕的对象 那么我想这是很重要 所以亲亲人命爱物 与其说只是为政 或者是望天下之道 同时也是修身之道 所以我自己讲 人而能人可为道 这也是孟子所讲的 因为我们有想讲 人他如果能够人 他才能称之为他接近于道 或者说他是在道上 对吧 那么居人游异 职中有权 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前面讲了 你既要尽心才会知性 仁义理智是根于心的 如果你能够安居你的人 同时通过这个义来行 那么我想职中 能够职住这个仁义 也就是你的这个性 同时又有权 又根据仁义理智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对待 能够拔置于天下 我想这才是孟子所讲的 那么如何由自己 由己身能够推置于天下 那么我想这一套结构呢 是我们比较清楚的 能够看到的 那么孟子整个讲的 基本上就是这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反反复复强调了很多 也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心性的地方 讲性面的地方 尽管集中在尽心 集中在告辞 但是我们前面讲仁义的地方 是遍布在所有的地方 那么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 那么孟子开口便说仁义 并不是简简单单 只是说教 它是有一整套的 心性的一套结构 而且对当时的性命 当时人讨论的道德 都有很多的深入的理解 同时它又不是 不像有一些人 只是职中 那么坚持原则按照我们今天讲 但是没有变通 孟子是有一些变通的 那么这些地方 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 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本讲结束 谢谢大家